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取缓之后 花莲县信实公益协会荣誉理事长 也为了感谢台北荣民总医院凤林分院 是守护偏乡部落的居民医疗需求 协助民众来施打疫苗 特别是制赠了美味工作人员 提前享用美味的中秋月饼 希望用这份爱制作的月饼为医护人员打气 花莲县信实公益协会赞助位于伊兰县的 蓝制基金会附设的蓝制烘焙坊 做二次公益的爱心月饼 只要捐款购买蓝制月饼 可以帮助蓝制烘焙坊的孩子 增加工作机会制作爱心月饼 并将爱传递 让偏乡以及弱势团体可以一同中秋团圆 帮助这些弱势的族群 然后他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然后也让我们这医护可以 很有可以享受到这个 好吃的这个链饼里面的甜点 那我真的很感谢 有这个二次公益的机会 让我们也让我们这医院 可以有更好服务大家的机会 毕竟我们这医院是在花莲的中区 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医院 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急重症的 短疹的医疗或是一些门诊 还有偏向居家房市的服务 那也希望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大家多认识我们医院 疫情期间白夜萧条经济危机 财团法人蓝制社会福利基金会 难免受到波及 资源募集更加困难 于是对于蓝制身心障碍者烘焙坊 今年中秋月饼订单也凄惨 希望能够给偏向的医护人员 停医护 然后让他们吃了以后会有力气 会有力量 然后能够在这个疫情的之中 能够更有就是能量 能够来对抗我们的所谓的 COVID-19的病毒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其实 我们蓝制基金会有一个 所谓的蓝制烘焙坊 那因为就是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声音非常惨淡 那很多的善心人士 就是借着这次的活动 也就是所谓的二次供应 把钱捐给我们蓝制烘焙坊 那我们会将这些 所谓的中秋月饼 接到偏箱弱势 捐给偏箱弱势 以及弱势单位 或者是医护等等 医院等等 那大家都能够享用 我们蓝制烘焙坊的月饼 蓝制基金会表示 蓝制烘焙坊成立迄今十多年 生产各式烘焙商品 种类多元品质稳定 蓝制的欢喜汉儿们 在师傅以及老师的教导下 学会制作美味的精致烘焙品 无奈疫情影响 导致今年的中秋望月 却不见踪影 也欢迎民众订购 协助经济脱困 二次公民 第一步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凤林郑采访报道